当红男明星与女儿太过亲密被喷,网友,这也太开放了吧? 娱乐圈一直都是时尚,前卫的地方,无论是穿着打扮,还是语言动作,他们总是走在社会的前面,在很多时候能够引领这个社会风潮。 但是也有一些太过开放的行为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,比如说这些与女儿太过亲密的男明星们。 前阵子,成龙大哥在发布会上偷亲欧阳娜娜的事情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很多人都在感慨这个娱乐圈是真的很开放啊,其实不仅仅是明星之间很开放。 明星妇女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,甚至让人有些不能理解。 2015年,胡君在微博上传了几组照片为14岁的女儿胡跃驾,照片中一家人的氛围十分的和谐,刘涛也带助家人现身捧场,不过胡君与14岁的女儿接吻,胡君的妻子卢芳与儿子康康接吻引起了热议。 尤其是胡君与女儿接吻,照片中的女儿虽然才14岁,但是发育得很早,看起来已经很大人没有什么区别了。 很多网友不理解为何还要接吻,而且胡君女儿的手放的也让人难以理解。 后来胡君回应称每个家庭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样。 无独有偶,在台湾娱乐圈,欧阳娜娜的妹妹欧阳妮妮也与父亲上演了同样的一幕。 欧阳娜娜的父亲对女儿不仅亲醉还上下洗手,难道台湾也这么开放吗? 香港娱乐圈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2017年,香港著名演员李国琳在微博晒出照片为女儿庆生,同样也是亲嘴庆祝,从照片中来看,李国琳与女儿抱得很紧,女儿甚至还把手搂住父亲的脖子,让人三光紧。 除了明星父亲和女儿之外,男明星和妈妈之间也出现过类似的情景。 罗志祥死前就与母亲时常在公众唱和亲嘴,引起了网友巨大的争议。 之后罗志祥也收敛了许多,为了防止妈妈进一步受到伤害,罗志祥的母亲基本上没有出现在公众唱和了。 去年10月份,著名影帝梁家辉与家人一同旅游的照片被传到了网上,照片中的梁家辉与两个女儿一同现身海边,但值得一提的是,两个女儿都穿得十分性感,引起了不少网友的争议。 很多人认为女儿在父亲面前穿这么性感会有些尴尬。 大家觉得父女之间这么亲密正常吗?